我們這樣子把它擺上來 好 哇32個玉水定了 好奢侈喔 嘿嘿我是Henicam 歡迎回到我們的野精傳奇模組生存啊各位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終於挖到這個終界的空嘛對不對 這個終界有兩種 一種叫做龍魂金 一種叫做虛空銀嘛對不對 那這兩種礦物我們都可以把它做成這個野精傳奇的一個裝備 那當然他們兩個也可以做成合金 今天我們就來先把這個東西給弄一弄吧 那這邊的話這兩個框我都各燒好了一組 欸對我這個海王的恩惠啊 我已經釣到了7個 喔這個真的有空難釣了啦 我已經弄不知道多少根釣竿了 因為我不確定一般的木釣竿和鑽石釣竿 它釣到的東西會不會有差 所以 我都是用鑽石釣竿在釣 如果是木製釣竿的話 就是可以有那個修補效果 我們就不用一直換釣竿了 但 對我沒有換 那反正等等我們還會把這些給開箱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兩套裝備給做出來吧 那他的這個龍魂金啊 效果是受到魔法攻擊 會減少了40%的傷害 這個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對付中介龍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他的那個吐息應該就是魔法傷害的吧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一樣把它做個一整套出來吧 這個感覺是打中介龍才會用的 那再來是虛空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喔 虛空靈的話 喔這個顏色是比較偏藍色的 這個是亡靈攻擊的時候 亡靈攻擊是 凋零的那種嗎 我在想是不是 特別對凋零會有效果 那他是減少20%的傷害 這減的比較少 那我們一樣 一整套把它做出來 唉唷 他的那個頭盔感覺很像鬼魂 我們等一下把它放在那個地下室看看 他長什麼樣子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 喜歡看到我玩這個 野精傳奇模組生存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點個讚 當然 如果有希望我玩什麼樣的模組生存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這一套把它放上去的話 一整個就 有一點偏綠色啦 有點黃綠色的感覺喔 那再來是虛空靈的部分 我們來放上去 這一套的話 沒有很好看 他的效果 看下來啦 感覺是對付 這個 凋零王有用 那我們這個電影 也把它給放上去做展示喔 那以上就是 這兩套裝備 再來還有一個合金嘛 對不對 那合金的話 我們要用到合金熔爐喔 我們要把這兩個礦物啊 丟到那個合金熔爐給它燒 那這個 對我還沒燒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丟進去吧 我們把這個丟進去 然後這個也丟進去 他就會全部變成這個合金了 我們應該 用個24個應該就夠了吧 好我們這樣各丟24個 這樣子做出來的合金應該就會 剛好是24個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海王的恩惠吧 看看他可不可以開到我要的東西喔 我們要他的全套裝備嘛 他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啦 然後好像也會開到地 那這個開箱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地板上 他其實就是一個箱子喔 那我們再打開來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東西了 那這個的話是 這個刀子 這個是那個切灑新米用的啦 就是那個 水魚片 漂流瓶的話 他這個用完之後他會給我每一段畫 哈哈 好OK 我不確定這有什麼意義 這個浮木的話好像可以變 對他可以變木材喔 這個好像 如果你今天是玩在什麼 海上生存 咦 這個模組很適合你 好不好 那再來第2個箱子呢 唉唷 這個是我們要的 這個是他的海王錠的頭盔 那他可以增加一個 水中 視覺的效果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放到樓下去展示 那 再來是 第3個箱子 嘿 第3個的話是 海王鎬 他的海王恩典是什麼 水下使用沒有速度懲罰 喔就是水下來可以做挖掘的意思啊 啊就是水下挖掘嘛 這個的話什麼 是瓶可樂的炸彈 炸彈可樂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是翻譯問題還是 我真的看不懂 蛤 再來第4個箱子 這個是鋤頭 海王之寺 這個是 離構的田會保持濕潤 感覺好像蠻讚的 這感覺好像 蠻不錯的喔 那這個漂亮瓶呢 我家很窮請給我錢 對我家很窮 請給我錢 各位 你知道 其實youtube有一個超級感謝功能 歡迎使用 好啦 那這個是第5個箱子 喔他這一次就給我那個錠了 這個錠的話 我記得也是可以做些 工具裝備嘛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開到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來做 我們可以做釣竿了耶 這個海王的魚竿可以更容易的搖勾 就是魚餌的效果 我覺得好像這個不錯耶 我好像會需要這個 這樣可以加快我們獲得這些東西的速度 那這個錠也拿下來吧 等一下 底下也要展示這個錠 再來 這個是第2個生魚片的刀 好 最後一箱子 第7箱 這個的話是 鏟子 這個也是在水下 可以挖掘的東西 好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這西箱喔 之後 因為這個東西蠻難釣的 所以再給我一些時間 應該 很快 就可以 釣到了吧 希望啦 我們現在只有拿到一個 海王盔耶 我們還有三件 我們先把它拿下去放嘛 對了 這一瓶 我還沒有看到它裡面是什麼 親愛的粉絲們大家好 真摯的 這個不知道是誰的名字 好不確定這是什麼名字 來我們把這個放在這裡 我記得我原本是設定要放在這邊的嘛 那這個是海王定的裝備 然後再來是 獄髓裝 還有獄髓再升級的這兩件裝備 來吧 這兩件我們也把它放下來喔 我們上一集的時候有獲得那個 可以升級的水晶了嘛 今天我們就把那個 裝備給升級一下吧 我的獄髓應該 有在燒 喔不對 就在我背包有兩組 這個是獄的碎片 我這邊還有 我這邊還有在燒的 然後還有黃金 那這邊的話我還有三顆之前的玉髓錠 對還有鑽石 我之前還有三顆玉髓錠沒有用到的 今天我們就把它弄一弄吧 那我們先把全套的這個鑽石裝 給它做出來喔 然後還有這個褲子和靴子 再來是 我們的鍛造台 我是放拿去的 樓上嗎 欸鍛造台在這邊喔 我們把它升級上去 變成玉髓裝 然後再來是 剩下的玉髓 哎呀我應該在上面也放一個合成台的喔 我直接把它全部變成 玉髓錠好了 反正應該會用到 我們這樣子把它擺上來 好 哇三四二個玉髓錠 好奢侈喔 來吧我們把這一件也把它做成 玉髓 OK 這樣還可以解鎖成就 水 然後再來是 上一集我們有拿到的那個水晶 這個水晶的話其實還蠻好挖的 它一下子就可以收集到這麼多了 那這一套裝備 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做成這個水晶的裝備 那它盔甲強度有增加一點點啦 然後盔甲值也有增加 但它就少了礦其退 反正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要穿它 這只是 拿來做收藏用的 好我們把它做出來吧 然後再來是我們玉髓裝要收集一套 我差點忘記 呵呵 那除了這個水晶的以外呢 我們其實還有另一種升級 也是用玉髓裝升上去的 那那一套的話 我已經把它的碎片給燒好了 應該是這個 嘿這個 這個我記得翻譯過來 應該叫潘朵拉礦嗎 還是潘朵拉金屬之類的 那這個礦物呢 它需要用四個這個礦 然後配上兩顆鑽石 再配上兩個這個綠寶石的碎片 你才能合成出一個潘朵拉錠 那這個碎片呢我們需要獲得這個礦 這個是地獄的綠寶石礦 那我還沒有找到這個礦石 這個好像要在特別的生態域才能找得到 所以 我們之後還要再去找那個生態域喔 那我們先把玉髓裝還有這個水晶給它放到樓下去吧 那這個水晶因為它沒有訂啊 我放這個好了 我放它的這個水晶 不要放方塊 水晶應該比較好看一些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邊吧 然後這個給它擺上去喔 好這個是全套的玉髓裝 然後這個的話是全套的水晶裝 其實水晶裝滿好看的耶 其實目前這樣看一下我比較喜歡的還是這個 金色的 這個好像是聖銅嘛對不對 我覺得它看起來比較好看一些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終界的那個合金嘛對不對 我們剛才已經把它放在合金龍裡面燒了 我們來看它燒好了沒 應該已經好了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剛才是放這個嘛 喔它叫做虛空龍魂金帝 好我們把它拿下來 然後把它合成成裝備吧 然後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什麼 我們做個胸甲出來 它的胸甲效果是 受到傷害減少10% 如果受到傷害的時候 獲得跳躍強化 持續10秒 咦 可是它的盔甲值是比較低 我記得剛才看那個玉髓 盔甲值是8對不對 咦 它是不是比較弱啊 來我們全套給它做出來 啊對 我還需要一個定 因為那個底下還有一個展示框 好放上去 然後把這套穿起來試試看好了 它是不是比較弱啊 它是不是沒滿啊 你有滿嗎 對它盔甲值是沒有滿的耶 奇怪為什麼這套盔甲值不是滿的 哈哈 反而比它低階的好像是滿的 這個也不是滿的 我現在還注意到 為什麼你也不是滿的 那我是不是之後還是穿玉髓裝好了 結果玉髓裝比較強嗎 啊也是啦 畢竟人家玉髓裝 就是很普通的防禦 但是其他的這些裝備 它有效果 我覺得少一點防禦力好像也蠻合理的啦 你看我們現在穿上去被打 有抗性效果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好像也算蠻合理的啦 好啦那我們這個 虛空龍魂金 把它放在這邊吧 它的顏色 就是比較黃金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看多了 這個的話太螢光了 感覺好像在身上 丟螢光漆 那這個定也把它放上去 感覺好像這個系列也差不多快結束了 我應該把這幾件裝備 收集完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系列給完結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 繼續來釣魚啦 我要把那個海王定的那個 海王恩惠 把它多釣幾個來 讓我們開箱 好不好 希望可以在我們出完最後一套裝備之前 就把那個定給釣滿 或是直接釣到那個裝備 對了 其實 我們的這個裝備 我記得好像可以 燒成定 欸對 它可以燒成定啊 來吧 我們直接把它燒成定 這樣子的話 我們 就可以少 掉幾個箱子了 這個你拿下來 然後 煤炭可以燒這個嗎 不能用一般熔爐燒是不是 它會燒很久嗎 好像不會 好 我先把這幾個 燒成定 那 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 再多個釣竿 然後用那個釣竿來去釣 應該會快很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反正我應該不用用到這個工具啦 這些工具的話 我用這個 野精傳奇的工具就行了 好 最後一個這個 刀片把它 等一下 它有個 效果叫不壞 它是不是不會壞啊 好啦那個 生魚片的刀也沒什麼用 說真的 那 我拿一下我的 線 然後 我們把它 做 全 釣竿 我們再拿這個來釣 這樣子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比較快速的收集到了吧 因為它那個釣的速度會變快 我們再給它附個膜 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 直接拿這個來附 你這樣子會有效嗎 沒效 我要重複 太難過了 他有餘了 你有海洋祝福嗎 你會給我海洋祝福嗎 他不會 好 洗掉 好啦我就慢慢把這個 附到我要的附膜 然後再一次拿去 喔已經有了耶 好啦我們先用這個鑽石釣竿 把這個鑽石釣竿給弄壞 然後再用這個海王釣竿來繼續釣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打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 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 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ika 我們下一次影片 再見囉 掰掰